曾经参与六四的中国民运人士燕鹏来台十年寻求政治庇护 最近才终于获得身份 其实燕鹏早年在大陆经商协助中国民主运动 是最早使用网络的异议人士之一 却遭到中共迫害判刑一年半 出狱之后还是遭到公安的监控 不过他不改初衷 持续协助民运 也曾经在中国传播酒瓶共产党 十年前他冒险来台投奔自由 却没料到台湾的身份证明一等就是十年 所以知道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过一天 这种自由的生活 从昨天第一天 同时以后可以自由的行动 这是蛮新美的 两处新拿到的台湾长期居留证 中国民运人士燕鹏终于结束长达十年 没有身份的日子 2001年受中共迫害入狱 2004年来台寻求政治庇护 第一年却只能待在宜兰收容所 等待人权组织营救 王丹也曾三度来台探望 在大陆是长年被监控 然后又被抓入狱 后来又交保候审的时候 情况下 那我就能够逃亡 用对劲 就是选到了台湾 来到这里 当然没想到来到这里 一懂就是十年 不能工作 没有自由定居的权利 没有健保 甚至在银行不能有任何来宾 无法艳名震生 自觉被边缘化 来台十年 盐棚处处碰壁 没有公司敢雇用 租房子要找担保人 甚至连感冒 也要自费上千元 每天体心吊胆 无形的压力 有苦难言 明天你的命运将来会怎么样 也不知道 所以人生就在不确定的 这种状况下 实际上是最痛苦 对家人的思念 像我父亲是在五年以前过世 过世的时候 也没办法送他最后一程 才知道那种 欲哭无泪的那种感觉 2011年才和妻子第一次见面 夫妻十年相聚 家总才短短一个月 女儿从十几岁少女到结婚 身为父亲 却无法陪伴女儿成长 烟棚化遗憾为力量 苦读神学院 来年即将双硕士毕业 十年来在民团 教会好友等热情相助下 总算是苦尽甘来 现在拿到的是 长期居留两年 后面两年以后 才可以入籍台湾 但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当我拿到选票 可能是我人生的第一次 实际上就是说 你能够按照你的意愿 选择你所满意的 或者他对你是 可以尽大利益的 一个领导者 这对你来讲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开心两年后 就能成为台湾公民 烟棚第一件事 就是要找份工作 并希望日后能接妻子团聚 也呼吁台湾政府 应该立奈民法 让更多受中共迫害 寻求政治庇护来台的人 尽早有个安身立命之地 新唐台电视高建伦张宣 新唐台币怎么到